台北市花博今天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测试 虽然市政府一再强调只有受邀的志工才能够进场 但还是有很多散客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规定 所以一大早就来排队 结果不得其门而入 引导员解说员在门口列队迎接受邀的志工团体 花博测试进入第二阶段 虽然总进场人数放宽到一万五千人 不过以受邀的志工团体优先进场 散客得等志工先入场完毕 不少民众不知道这个讯息 一早就到会场等待 台东我八点就来了 花博第二阶段开放场馆 除了圆山公园外 新生公园的生活馆 未来馆和梦想馆也同步开放 其中采用虚拟互动展览方式的梦想馆最受欢迎 但为了控管人数 每七分钟只能放行三十五个人入馆 大排长龙让不少人抱怨连连 而为了看花博 周边的公车斑斑刻满 市政府紧急宣布要加班 原来是一天二十辆在开 明天要开三十辆 开车的时间提早 从八点钟开始 另外为了防止花博期间 可能遇到的意外 台北市警局也模拟 万一花博期间公车遇到挟持 应该如何因应 远景鹤箱实弹 希望做好准备迎接花博期间 可能的各种状况 记得综合报道